大家好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我的背景 我原来是建筑师 我大概坐了十年的事务所 后来经营不散就倒掉了 然后就转去大学 知道是真的倒掉 然后就去教书 教书之后 我就把重心从设计房子 渐渐转到思考 所以就比较偏到建筑评论 以及后来渐渐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策展 就透过策划建筑展览 来表达我对于建筑 然后就在这个整個标策 在这个标策的上面 就三个月去中学 那么因为我今天看到 以后来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可以是在这个标准 ceade 就是只能做 但是這個思考其實跟剛黃一路的思考有點類似 就是思考就是作為一個專業者怎麼樣 因為真的在我們在可能整個二次受教育的過程中 我們都認為就是西方來的東西一定好 那你身邊的現實常常是最好假裝看不到 那這個事情是問題很大的 所以我這思考是怎麼樣能夠從自己身邊存在的現實去思考 它我們認為是負面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轉成正面的能量 在這個東西的一個嘗試 那大概第一個例子我用的是在新人裡 在鳳山 高雄鳳山新人裡 它其實這個是2005年我操作的 大概在這個類型的操作在第一次操作 我這個是用一個工作營 那這工作營其實是當時我在實踐大學教書 所以是跟實踐大學建築系學生 然後邀請了這是一週的一個工作營 所以這個是一個實做 就是實踐到現場操作 然後在現場展覽 就是實做 我們實做其實是五天 那五天後就要做出一個作品 然後在現場 那這個 在這個之前我完全 我邀請了五個國外的建築師 四個台灣建築師 完全不透露任何訊息 就是他們是被我帶到高雄 然後這是第一天早上 我帶他們到我挑的新人裡 新人裡到我先前到那邊做了一些調查 我挑了跟那個里長談好 然後帶他們到那邊 包括謝英俊 劉國昌等等的 然後我帶他們到那個社區有一個小廟 這個小廟就是挑這社區等一下會講原因 在到那個廟我告訴他們遊戲規則等等的 包括今天禮拜一 禮拜五的中午 就是作品要出來 我們有開幕典禮 然後預算是每個人有八個學生跟著你 然後你就是來做這個事情 要做出一個真實的一比一的作品 預算是七萬五千塊 你看每個人的表情都很 好像一副上當的樣子 然後我把他們集中關在一個叫勞工什麼中心 大家就集體住宿 早上我派兩輛那個 跟那個公車 高雄公車租兩輛 公共機車開到門口上車載過去 然後到晚上載回來 晚上都沒有人回來 晚上他們就不搭 晚上他們都坐不完 就到半夜搭計程車回去 然後這個之後我們就 這個事實上是 我覺得要跟在地結合 所以像這個是里長 一個女里長 我先跟她談 然後透過她 我們介入到這個李新人裡 然後也跟這個在地的這個廟 來拜一下地頭 然後這個拜完就開始操作 這操作過程中 事實上真的就是坐到半夜 每天都坐到半夜 我那時候租了兩輛公車處的遊覽車 那公車它是 一輛是晚上十點到一個十點半到 就是兩批回去 第一天他們坐 第二天他們就不坐 然後第三天 那公車司機就叫學生來叫我 就很生氣就把我罵一對說 你是幹什麼你在開我們玩笑 每天叫我們來沒有人要搭車 我說這個我也沒辦法 這個錢是付他 他還是很不高興 他好像覺得被羞辱的感覺 那這是操作過程中的一些事情 那因為總共九組 我等一下會挑兩組簡單的講 都是操作就是一比一的作品 那這是在過程中的作品 那這個挑的新人裡 我覺得為什麼挑這裡 就是我挑的是一個 對我來講 我要挑一個非常典型的台灣城市 因為台灣其實是正在一個轉型 就是從一個傳統的過去的 我們像鳳山可能是一個舊的一個 我們都熟悉的 我們小時候可能各位也許還記得的 一個那個環境 這要轉到一個現代性的城市 再轉換 這種轉換是很奇怪的 卡在一半 所以像新人裡 我挑這地方 我覺得它在一個很小的裡頭 事實上我們看到各種元素 我們看到一個 我們現在向往的一個大樓的住宅 我們看到台灣最普遍的住三合一的透天 然後還有農舍照樣在裡頭 就它是一個正在交集 然後旁邊這個的 我拍照片的這個位置點就是這個廟 它還有一個廟 這廟還扮演一個社區的中心 信仰的中心 這種在一個大系統跟小系統正在轉換 這個是我覺得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也是我挑這個禮 然後這九個人告訴他們這個範圍 他們要進入這個禮 自己要去找到一個地點 切入點 然後要找一個議題要回答 這個能不能在那裡做 他們必須要透過自己跟那邊的人溝通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協助 這個就是剛剛的席員工 席員工依舊存在 而且又像這種小的 我的觀點是認為 其實整個現代性的城市 是在一個單一大系統化 所以這些小系統 包括小的信仰系統 小的不管是乾脆店、洗衣店 通通被破解掉 通通被大系統替換掉 可是我們還可以看到像鳳山 它在一個新舊 大系統跟小系統正在征戰 這征戰事實上 我個人認為小系統一定要保存 我也是讓這些建築師進去裡頭 思考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那個環境 它在新人裡的旁邊 其實是他們的一個中山路 就是台灣到處都看得到 最繁忙的中山路 這是白天車吹馬龍 到晚上這就變成夜市 就非常典型的 就是它可以具有一種轉換性 然後角色它是一個靈活的 然後這個從那個中山路轉進來 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台灣的這個巷子 就是幾乎你無法辨認這是哪裡 全台灣都是長這樣子 就是非常典型 那也是這種普遍性跟它的 到處都有這個我覺得值得探討 我們不探討特殊的案例 那謝英俊是我個人很尊敬的 一個也是我的選長 我這幾年跟他密切的配合 那他進到現場 他是第一個 他非常快 他的直覺就立刻告訴他 這個是他當時在91之後 進到那個少祖部落重建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就帶著少祖的人 自己用簡單的材料 自己動手 蓋自己的家園 叫自立造屋 這個是變成他後面很重要 之後他到大陸 他帶著農民 用他們附近的材料 砍來的木頭 土 跟那個倒梗 自己做出一個生態環保的方式 自己用自己的勞動力 就是基本上他要對抗 就是說不一定要購買 你可以自己動手蓋房子 這是可能的 他要證明說這是可能的 那到了現場 其實這是我給他們的題目是很難的 所以每個人都在思考 那先進大概半天他就決定要做什麼 他很快就 他看到因為在那個現場 其實這裡後面是一個先例體育場 很大的體育場 前面一個大廣場 就像台灣所有的公共廣場 一大早5點 阿哥阿媽就開始做提招 做運動 一整天廣場上非常多人活動 但是他很快就觀察到 像所有台灣的這些公共設施 廁所都坐在裡頭 上班時間就是早上可能是9點到5點 所以在廣場上的人其實上班時間外 是沒有地方上廁所 這個是全台灣普遍發生的現實 可是就沒有人正視 所以先進去決定蓋一個廁所 他就開始蓋一個廁所 這個是基本上在5天 然後用7萬5千塊蓋出一個 真正可以用 我們這個廁所放在現場一個月 然後他這個廁所不只是廁所 他還是生態 他叫做糞尿分離有機廁所 很複雜 等一下會講一下為什麼叫這個 那第一個他當然就是要用 比較簡單乾式工法 就是他把它架起來 然後全部不要用到水 不要用到水 然後很簡單看起來 屋頂是最困難 屋頂他用一塊帆布 因為這屋頂 他的廁所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不要用水 因為其實水資源的缺乏法 是20世紀的一個大問題 那我們在台灣有做過統計 一個人每天用的水 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在馬桶 你的馬桶就沖掉使用水 如果你不沖馬桶的話 我們可以省下很多水 所以不沖水的廁所是很重要 這個廁所是不沖水 但是他這個 所以他這個是不沖水 但是這屋頂是用來擠雨水跟擠露水 擠到這邊是給人洗手的 因為雖然不沖水 但是還是要洗手 然後這個做法是很簡單 他就是用編織的 非常聰明的在現場 這個他完全都沒有預想 這個題目他是到現場的 臨時發題 臨時回答 然後他的這個大人的小便池 小孩小便池是用的 當然他沒有錢去買合成牌 所以他們就去那個泡沫紅茶店 去跟他要那個空桶子 切一切就變成 那洗手台也是切出來的 這洗手台就是他直接用 都是用自己 因為買不起現場品 那預算太低了 所以他就做 那這都是可以用的 還有小便桶 然後就是真實可以使用的 那他最精采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糞尿分離廁所 這個可能要說明一下 這基本上其實我們這個廁所 他高架起來是底下 他要回收糞尿 那這糞尿是他同時打電話 跟高雄附近的有機農場聯繫 因為他們非常需要有機肥料 可是台灣現在的所有的化分子 都是廁所按下去 收集不到 通通不見了 所以有機肥反而非常難得到 所以到時他們每天會來換 這底下會收集這個有機肥 但對於有機肥的再利用 其實很重要就是糞跟尿要分離 糞尿的成分不一樣 如果你混在一起很難再利用 所以一收集的時候就要分開 所以這個是腺菌設計的分離的方式 就是一邊是糞一邊是尿 應該看得出來 不過雖然好像看得出來 不過你走進去廁所 把這蓋子拉開 你還是會愣一下 然後不知道頭到底要朝哪邊 根據合理的判斷 就是一百個人 中間可能會有九十九個朝對方向 有一個人會朝錯方向 朝錯方向會製造大麻煩 就是按理 這邊是尿 這邊是糞 所以在牆上我們畫一個示意圖 請你頭朝一邊 這個廁所最大的特別就是分離以後不用水 旁邊我們放一桶煤灰 上完廁所就是咬一勺煤灰灑下去 第一它就不會臭 然後第二它也不會自身紋營 然後最重要的是因為你不沖水 所以你在搬運非常容易 當你每個人上一次廁所沖一桶水 一天下來沒有人搬得動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整個非常容易運輸 所以每天就是 那這個是一個真實的一個 就是先進的作品 那第二個例子也是 我個人也常常和最近常合作的 劉國昌在台南的一個 我個人覺得相當優秀的一個 台灣終生代的建築師 那劉國昌著名的作品 是在台南的這個海岸路的這個 藍賽圖已經編成景點 那這個是很有趣 因為他其實做這件作品 當時這個叫藍賽圖 他其實是看到海岸路 在台南市政府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的一個宏大的建設 把這個整個一個完整的社區切開來 然後接著切得自力破碎 他有一點感傷跟批判的 他看到這樣子一個牆 他看到這樣一個牆 他在想說這個牆曾經不是這樣 這牆曾經是一個完整的家 有一個完整的一個人生在裡頭 那現在因為某一個失敗的市政建設 使這個家完全自力破碎 所以他要把這個家召喚回來 早上回來就有點像建築圖 叫藍賽圖 把一張圖透過藍賽讓它浮現 所以有點像招魂 你看劉哥差的作品 都有一點陰生生的鬼氣 我覺得他 所以他滿適合招魂的這個 然後他就把他想像 那個曾經存在的家畫出來 用3D畫 然後他在附近社區裡去找那個 從個人家丟出來的家具 椅子、桌子、把它們切一半 然後箱上去 因為他認為每一個家具 被丟出來的家具 其實都帶著家的記憶 他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作品 這作品其實在我看起來 是有非常強烈控訴跟批判 那種宏大建設 尤其是政府宏大建設的態度 不過這個作品太紅了 因為出來以後 就很多人來這邊拍婚紗 什麼因為背景很像在希臘 這種藍天啊 就是非常浪漫 所以變成超紅的景點 最後他們就把他 台南市政府就把他放到 他們的市政府網頁的首頁 然後劉國昌有一天我跟他聊天 他就非常驚訝 他就說怎麼可能 我明明是在批評他們 他居然把他放到他們的首頁 所以批評還是要直接一點 間接的話還是無效的 劉國昌到這個基地來 他做了作品 其實他做了一個非常有趣 他在這裡頭走 他後來看見就是這個小巷子 一個巷子的小巷子 最小的一個巷子 他就看這小巷子 這小巷子基本上 就是這裡是一個停車位 有人停車 然後摩托車 這個門都拉下來 然後就整個 然後他就想像這個地方 曾經他認為不是這樣 他認為這樣的小巷子 30年前白天應該是有些活動 到晚上應該家在戶戶 就把椅子、桌子搬出來 這個空間在公共使用 有公共使用性的時候 當沒有的時候就變成私人了 所以私人跟公共之間 其實是移動的一個關係 他覺得那是很棒的 因為我們在現在都市發展過的時候 把公司的這條線畫得非常分明 這個分明在他看起來是沒有意義的 造成人跟都市之間關係的冷漠 所以他這個作品叫做都市客廳 他想重新創造一個連結 他就跟這兩家人去談 因為他要他們的同意做這個作品 這家叫大人物冰城 其實是兩個小人物兩個兄弟 二十幾歲兄弟開了一個冰城 開了半年快倒了 然後進去跟他講 然後那個人說 我可不可以用你們的這個來做作品 他們說無所謂 反正我們快倒了 劉國昌就說那我幫你做 我把作品做進去 以後人家來看 參觀我作品就會進到你裡面 自然你就會買一碗冰吃 你們一定沒問題 不過這個作品做大概兩三天之後 這個店就倒了 然後這裡本來掛一個大人物招 就有一天那個吊車來 就把那個招牌就拆走 就不見 這個門就從來沒有打開過 右邊這個是一個電玩 然後劉國昌進去跟那個老闆 找到老闆跟他商量 然後後來回來跟我講 他說那個老闆好像是黑道 我說開電玩那不都是黑道嗎 他就跟那個黑道說 我想在裡頭做是不是 那個人大概聽不懂 不過說好好好 隨便就給他做了 所以他就開始做 那他做法跟他一樣 他先叫這個同學去剪 他就是所有被丟出來的東西 不要的 就是所有被遺棄的 無用的 路邊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對他來講是有意義的 他覺得每一個從家裡丟出來的東西 其實他都帶著家的記憶 劉國昌是真的相信 他把他洗乾淨 他把他漆了顏色 好像一個死掉的東西 又重新得到一個新的靈魂 又活過來了 然後把他們裝置進去 然後他基本上他的手法 是在虛擬跟真實之間交錯 就是不存在東西畫成立體的 然後存在東西勾邊 讓它變成平面 所以在平面跟立體之間 你就會產生一種有趣的一個組合 然後這邊也一樣 他也在做起來 那可能最有趣的其實是 在做的 因為他每天在那邊悄悄打打 然後又塗墻 所以這一間的隔壁 就是住了一個老阿嬤 這個老阿嬤就跑來問 他們幾個學生說 你們在幹嘛 把我們這邊的牆都漆得黃黃的是幹什麼 然後他們就跟阿嬤解釋說 我們在做什麼做 怎麼解釋了半天 然後看阿嬤聽得津津有味 他說阿嬤 那你家要不要順便跟我們做啊 這個阿嬤就愣了一下 就想 他也就說 他不知道怎麼 他就說 因為這個阿嬤是 他是開一個神明壇 他開一個神壇 所以他說我要回去問神明 然後就帶他們回他家 然後就拔杯 那拔杯就說OK 結果他家也被 就被吸成黃色 然後他其實每一個他都問 他說阿嬤 那你有什麼願望 我可以幫你做什麼 這阿嬤說 他的願望就是 這輩子就是 他一直開一個小神 他希望有一天可以開一間大廟 他們說好 沒問題 就幫他畫了這個 雕龍 雕鳳兒畫 好像還畫了一個李登輝 可能是他的偶像吧 就放在裡面 然後就把他去搬來弄起來 他非常支持這個東西 他基本上 他配合這個作品 他把他所有的黃色衣服都穿出來 而且我們禮拜五的中午的時候 有一個發表會 發表會我們請一個住戶代表 他就上台當住戶代表 而且穿著黃色的衣服 來力挺劉國昌 這間作品到最後幾乎完成了 不過劉國昌覺得好像沒有完成 所以他還加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在 這整個都市客廳做起來之後 他覺得好像這裡這個場域沒有一個定義 它上面應該有一個大榕樹 所以畫了一棵榕樹 所以你坐在這邊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棵榕樹在上面 整個作品就完成了 劉國昌我覺得最敬佩他的 不只是他作品很漂亮 因為我一直覺得對這些人很對不起 就是我只給他們七萬五千塊 要做一個這麼困難的東西 實在很對不起他們 後來我算一下劉國昌的預算 他全部是撿來的東西 他大概只買了幾罐油漆 然後他大概淨賺七萬塊 我實在很佩服他 太厲害了 實在很佩服他 太厲害了 就是對 大概這個是 那這個是一個是那個 那因為實現有關係 第二個是我去年做的一個 就是叫朗讀違章 就是又思考違章到底意義什麼 違章我們每天都看到 可是我們又假裝視而不見 它對我們的城市以及對設計者 它代表代表什麼 所以我事實上在中華路 然後用一個真實的基地 邀請了兩個建築師 兩岸我覺得我最尊敬的先駿 跟大陸剛德普雷茲克講的王樹 他們叫他們一人做一個違章 就是叫優秀的建築師來做違章 那這先駿坐在那個後巷裡 然後就是用那個最簡單的 那個施工音架做起來的 我就很快帶過去 然後是非常漂亮 非常詩意的作品 然後先駿坐的其實是在這個 後巷這個地方 王樹在這個的屋頂 做了一個屋頂的加建 那他用了一個非常特殊的 就是用在中國傳統官法叫小木大作 就是用小木做出大構造 這是很神奇的 用小木頭做大構造 而且完全不釘 完全就是大街 是活的一個系統 是非常神奇的系統 那這是他畫的圖 這最後做的 這是一些示意圖 我大概就簡單 那這個因為有難度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四分之一的一個模型的 一個測試操作 先確認它是可行的 這是真實做出來的一個 一個在現場的展覽時候 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那個 在現場展示 這大概最後一張 那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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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